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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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跟着个师傅学吹唐人 后来就自己干 他手巧 脑子中主意也多 吹出的唐人 受人喜欢 离开师傅后自己干得也挺出色 这种买卖他是小生意 也发不了什么财 但挣钱这种事 要看在什么地方花 马宝成懂得积攒 平时也减省 积攒下来的钱在天津不算什么 可在老家村里那也大小算是个有钱人 所以村里人都传他在外面发了财 人们的嘴都喜欢添油加醋 传来传去 他成了村里人嘴里的传奇 其实他自己的是自己清楚 他明白自己积攒下来的都是辛苦钱 但他也不说破 显得极为神秘 既然人们都这样传他 自然有不少媒婆上门提亲 兜兜转转 最终娶了一个叫牛翠英的姑娘 牛翠英娘家 距离马家傲八里远 家中姐妹三人 她是老大 下面还有个妹妹和弟弟 身为家中老大的牛翠英 自小帮着父母干活 养成了秦瑾的性子 秦瑾归秦瑾 平时还要照顾弟妹 同时也养成了泼辣和果断的脾气 一言不合就板脸发怒 弟弟妹妹也惧怕他 真正的不让毒头算 气死小辣椒 牛翠英家认为 马宝成有很多钱 带到嫁过来后 牛翠英才明白 自己家男人并不像外人传的那般妇 不过他倒也莫因此生出外心 马宝成本身比那些靠种地之人富有 既然嫁过来了 又怎能发现不拒负就变卦呢 好过穷过都是生活 夫妻二人聚少离多 皆因为马宝成不会种地 他也舍不得丢下在天津的小生意 时常需要在天津 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嫁 如此情况下 就导致夫妻二人成婚几年 上墨孩子 牛翠英不显怀 惹来村中不少人说闲话 他脾气颇辣 觉得这是个短处 马宝成则觉得无所谓 早晚会有孩子 不急在意识 因为这件事 夫妻两个有时候会闹出矛盾 马宝成本来回家的时候便少 还闹矛盾 难免心中不悦 他这个人心中不悦时并不表现出来 而是会选择一走了之 村中人明着不敢说 背地里都说 牛翠英其实是在守活挂 这种巨少离多的生活让牛翠英很是烦躁 可如何才能扭转此局面 他却有没有丝毫办法 总不能让自己男人舍弃生意吧 那样吃什么喝什么 另外 他一个女人嫁 却不准男人外出做生意 要守着自己 给别人知道后 该如何看待自己 显得自己多离不开男人似的 故 夫妻二人多数时候 都是牛翠英一人在家 马宝成每年回来的时间 不能超过三次 一次不超过十天 经常性不回家 马宝成有一样做得好 钱上不缺牛翠英 事实上 他一个女人在家也花不了多少钱 相比这些钱 他更愿意让男人在家中陪着自己 这年冬天特别冷 家中过得不好之人是不生活的 牛翠英家中有烧炭火炉 村中一些妇女到了冬天都爱在他家中 做些针线活或者相互聊天 主要能取暖 这次也不例外 吃过早饭后 村中聚集了几个妇女 带着斜样子边聊天边去牛翠英家 他家远门虚眼 有妇女疑惑 因为他昨晚经过这里 见此门就是如此虚眼 早上还是如此 难道牛翠英昨晚没有插门 不过他不敢声张 因为牛翠英男人不在家 说人家晚上留门等于是侮辱 一行人进去 发现平日里冒烟的火炉病没有冒烟 众人面面相去 牛翠英家今天不对劲啊 翠英 翠英 有人喊了两声 屋里没有答应 大家更觉奇怪 怕不是去了娘家 咱们还是走吧 就是 人家不在家 火也陌生 咱们走吧 众人回转要走 可有个叫孙宝丽的妇女 发现不对劲 怎么回事呢 他看到牛翠英的房门 其实也是虚眼着 假如牛翠英是去了娘家 不管是房门还是院门都会上锁 断然不会如此 他将这些一说 众妇女都变了脸色 一个个开始恐惧 因为当时兵荒马乱 时常有流窜的土匪 牛翠英一个女人独自在家 而且家中被穿得富有 会不会是有贼人惦记上 趁着晚上进了家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想着这些 孙宝丽嘴上 喊着牛翠英的名字 快走两步到了房门边上 伸手将门推开 刚推开门 他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但堂屋中并没有人 翠英 翠英起来了吗 孙宝丽掩着鼻子冲里尖喊 那里面是牛翠英的卧室 可并没有人答应 众妇女互相壮胆 一起走了进去 刚伸脑袋向李坚看了一眼 众人就下的齐声尖叫 然后连滚带爬出了房间 跑出院子 在街里大喊大叫起来 出事了 死人了 村中人听妇女们喊得凄厉 都围拢过来 众妇女说得乱七八糟 可人们还是听明白了 他们说牛翠英死在了家中 大家都非常惊讶 也觉得难以置信 有大胆之人进去看 再出来时 脸色凝重 对着大家不住点头 看来是事实 牛翠英真死在了家中 出了这种事 村里当然不能私自处理 要赶紧上报当地保安团 当下 村中老人叫了两个腿脚利索的小伙子 赶紧去县城报案 两个小伙子急奔而去 村中人则七嘴八舌讨论 牛翠英独自一个人 死在家里卧室之中 这阵经了马家傲 而他的丈夫马宝成 此时尚在天津 已经半年都没有回来了 牛翠英 二十五岁 性子泼辣 为人热情 平日里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 跟人争吵 但大多都是犯罪 断不会因此丧命 没有要命的仇人 接到报案后 当地派了两个人前来查案 分别叫张思妮和刘武金 以上关于牛翠英的性格 是他们来的路上从报案小伙子嘴中所得 刘武金身体不太好 特别是到了冬天时容易犯咳嗽 走得比较慢 张思妮毕竟年轻 天寒地冻 他急欲赶到马家傲村 嫌弃刘武金走得慢 刘武金让他先随着两个小伙子去村里 怕村民看热闹江现场破坏 他随后便道 张思妮一同以 刘武金所说 就和两个小伙子先行 刘武金自己在后面慢慢跟上 进入牛翠英家中后 张思妮看到院子里聚集着不少人 但屋中却并没有人 他这才松了口气 见他到来 村中人多数都扼腕叹息 表达着自己的遗憾 此时不是问话的时候 要首先进入屋内看现场 牛翠英卧室在堂屋后面 前面当客厅 另外有两间东屋 一间放杂屋 一间是造房 进入那时候 张思妮看到牛翠英俯身趴在床边上 床上有呕吐屋 地上同样也有 他死状痛苦 两手紧握 双腿直伸 鼻孔中有血流出 此时已经干涸 这是典型的中毒而死 死因不用费劲去猜 床上被子半叠半掀开 牛翠英本人全身衣服也搬好 此物像是低暗发现场 而且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 张思妮仔细打量了室内 室内摆设完整 没有翻动痕迹 这说明 牛翠英死在室内前和死后 均没有人出现在室内 这就奇怪了 反谋杀 比射击几项 大致逃不过三种 分别是财 情 丑 牛翠英家中小有钱财 但室内摆设完好 凶手似乎不为图彩 为仇骂 来的路上 张思妮询问过报案的两个小伙子 得知牛翠英脾气不太好 可跟别人都是寻常伴随 不会惹的人欲要杀之而后快 故 仇杀也不太可能 为情 这是最有可能的 牛翠英男人马宝成 经常不在家 一个人孤寂之下 跟别人对上眼 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来 应该按照此线索去查 简单想了动机后 张思妮猛拍眉头 暗骂自己大意 既然牛翠英死于毒杀 纳摩便要搞清楚 毒从何来 他又因何摄入有毒之物 卧室中看不出来 他从卧室中出来 走向造坊时 现有人站在造坊边上 向里面看 显得有些诡异 他皱眉看着此人 这是一个女人 看到他出现在身边 此女人似乎有些惊慌 赶紧低头 不跟他对视 他暗暗记下女人样子后 推开了造坊门 里面有一个气气的烧柴和土灶 还有一张小桌子 桌上摆着三样食物 一个碗中放着几块咸菜 旁边放着一个完整菜窝窝头 一个被咬过的菜窝窝头 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汤盆 里面有炖好的鸡肉和汤水 桌上还散落着数块鸡骨 看完这些 张思尼摸着下巴思索 又见刚才像厨房中窥视的女人在偷看 她心中起疑 就走向门边 问着女人叫什么 女人似乎有些惊慌 声称自己叫孙宝丽 边上有人说话 说就是她第一个进入内室 发现牛翠英中毒而亡 张思尼微微皱眉 又不动声色 转头看厨房内 牛翠英极有可能被人在饭室中投了毒 她吃了后毒发身亡 而这个数次向厨房中窥视的孙宝丽 有重大嫌疑 有必要检验一下毒 究竟在什么里面 正想着这些 刘武金进入厨房 两人将出房门关上 蹲在墙根下 开始第一次碰案情 张思尼将自己所看到和怀疑的情况说了一遍 刘武金频频点头 也说了自己询问到的情况 原来 刘武金到村中已有一阵时间 只不过她没有直接进牛翠英家 因为已经有张思尼过来查看现场 她则在外面询问 近几天牛翠英有没有什么异常 这是她的缜密之处 如此询问 其实也是想从牛翠英的异常中锁定嫌疑人 既然是被毒杀 那临时奇异的可能性极小 事发前几天应该有异常 经过她的询问 得出两条有用的线索 其一 三天前 牛翠英跟村中一个妇女发生争吵 互相接对方短出 对方说牛翠英跟马宝成班婚数年而不孕 而牛翠英则说 对方不守妇道 暗中不知道做了什么够大 其二 昨天 有个男人进入牛翠英家中 此男人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村里的货郎 据牛翠英所说 这个货郎是他娘家村里的 货郎在街里碰见牛翠英 说要随他进家淘完水喝 牛翠英遂带他进入家中 当时并没有别人跟来 家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听了刘武金所说情况 张思妮锦州眉头问道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牛翠英和对方两个女人争吵 却互接其短 肯定都怀恨在心 这个女人叫什么 孙宝丽 张思妮有些恶然 孙宝丽 不就是那个第一个发现牛翠英死在室内的人 同时也是刚才频频向造访窥视的人 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秘密 似乎明白她在想什么 刘武金手摸着下巴说道 两个女人平时没仇 仅仅因为争吵便会下次毒手 应该不可能 我反倒觉得那个霍狼有重大嫌疑 霍狼身上当然有嫌疑 如果将霍狼归为嫌疑人 那魔涉及到的必是情杀 事实上 这也是张思妮最初分析最有可能的动机 因为在案发前 进出牛翠英家的只有她一个人 刘武金的眼睛盯上了桌上食物 张思妮马上说最有可能的是那盆鸡肉 刘武金让她将盆中鸡肉嫁出带走 这种到处跑的活当然都是张思妮干 她要去检验毒是不是出在鸡肉之中 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她还要去牛翠英娘家村查那个霍狼 而留在现场的刘武金 当然也不会闲着 她要收拾起牛翠英尸体 同时要查孙宝丽 将桌上食物各带了一些 郑狼离开时 刘武金又小声说道 牛翠英男人马宝成 此时可能还在天津 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 咱们得想办法通知他回来 小张啊 这个马宝成也算得上是嫌疑人 张思妮有些愕然 一般发生命案 首先要查的便是跟死者亲密之人 然后再向外辐射 只是马宝成人在天津 怎么可能投赌给自己老婆 马宝成身上的嫌疑应该排除 张思妮带着东西出门而去 家中只剩下刘武金 她让村里的婆子将牛翠英挪到了床上 用不蒙住后 开始向村里人询问 如何联系马宝成 妻子横死家中 必须要通知在外面的丈夫 马宝成一定要回来 村里人都摇头 如果要通知马宝成 就只能写信 速度快不了 马宝成接到信再回转 时间需要太久 好在现在是冬天 尸体可以存放得久一些 大家七嘴八舌出逐一时 门外突然传出哭叫 众人惊诧万分 因为他们听出这哭声是马宝成的 马宝成边哭边进入家中 跪在床边 握着牛翠英冰冷的手 嚎啕大哭 显得极为悲伤 大家也都陪着掉眼泪 刘武金却暗暗惊起 正发愁如何通知马宝成 他却从天津回来了 回来的这摩桥 家中妻子横死之时 他恰好回家 这样的巧合未免太过巧合 他一直冷眼观察马宝成 脑子中迅速分析了几种可能 马宝成和牛翠英成婚几年 没有孩子 他还长时间在天津 会不会是在那边有了相好的 所以对老婆起了杀心 他如果回来而没有露面 那摩是有时间投毒的 村民们都劝说马宝成 他哭了好一阵后方才停下 刘武金则开始询问他 然后又询问孙宝丽 并且根据孙宝丽所说 向村民求证 到了傍晚时 张思妮回来 院子里还有不少人 两人只能再次躲进厨房 分析案情 张思妮先说了他那边的情况 他将食物带到县城 证实读出子鸡肉 这也和他先前的分析对得上 检验完后 他又去了牛翠英娘家村里 因为要查霍郎 不过一查之下 发现霍郎是牛翠英的远房堂哥 属于本家 霍郎为人憨厚 且家中有妻子 夫妻恩爱 在村中落得好名声 他应该没动机 也没有可能去对牛翠英投毒 此外 张思妮询问了霍郎 从昨天到现在的踪迹 霍郎游走 血都有证人 因为他叫喊着卖货 很多人都见过他 比如昨天傍晚时 他在一个村中卖货 恰好碰上了同村里的剃头匠 两人一起聊着天 向家里赶 等到了他们村 天已经黑了好久 算时间的话 早过了吃晚饭时间 结合读出在晚饭的鸡肉之中 霍郎并没有投毒时间 听了张思妮掌握的情况 刘武金这边也开始说自己掌握的线索 别看他没有出门 可他说在这边有重大发现 他在这边主要查马宝成和孙宝丽 而且他心中暗暗将马宝成定成了第一嫌疑人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马宝成出现的时间太过诡异 他完全有可能事先回到了老家 但却没有路透 躲在暗中给牛翠英投毒 等他毒发身亡后 再说自己刚刚回来 这样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他们夫妻关系并不是太好 而且马宝成及有可能在天津那边有了相好的 故他有动机以及时间 但询问之下让他失望 马宝成从天津回来并不是独自回转 还跟着邻村一个在天津做木匠的人 两人一起乘小火轮而来 对方可以证实马宝成的却是今天刚刚到家 如果是这样 那牛翠英昨天中毒时 他人在胃盒上的小火轮中 根本没时间投毒 饶时如此 刘武金只是先将马宝成的嫌疑级别厚调 因为他经历过事先埋毒的事 就是先将毒物放在一个 对方必定会吃的东西里面 而自己则外出 一旦对方吃下就会中毒 我说老刘 你这样未免武断 这怎么是先埋毒 难不成先将毒存在鸡身上 那鸡能活到现在吗 张思妮听得忍不住打断 刘武金不以为意 又开始说孙宝丽 孙宝丽的却在前几天和牛翠英发生了冲突 两人争吵 也互相接过对方短处 但是不管孙宝丽还是牛翠英 两人都没有隔夜愁 仅仅是第二天就有和好 这也是孙宝丽为什么会随着众人欲 要到牛翠英家中取暖的原因 要说因此就投毒 这根本说不过去 张思妮听得迷糊 刘武金所说的重大发现是什么 就是怀疑马宝成 这带着严重的主观 根本不能算是发现 他不同意刘武金对马宝成的怀疑 两人大眼瞪小眼看了一阵 此时天已黑 今天肯定回不了县城 要在村里过夜 外面的马宝成仍然还在呜呜哭泣 牛翠英娘家也已经来人 张思妮到他们村中询问过后 村里人就感觉到了异常 过来看看是本能反应 来了后发现自己家闺女身遭横死 顿时哭作一团 这可家如此之乱 晚上不能住在此处 他们要在村中另寻人家 顺便也可以询问一下 牛翠英平时的接触关系 由此 两人找了个独具的老太太 距离牛翠英家中不远 边吃着东西 跟老太太闲聊 从老太太嘴中 两人了解到 马宝成这人虽然很少回家 有时候回到家还会因为没有孩子的事 被牛翠英埋怨 可是此人多是躲出去 性格上没有问题 对牛翠英也还可以 给钱不吝啬 而牛翠英的脾气不太好 可在村里落得名声不错 要不然村里妇女也不会到了冬天便到她家中取暖 她为人大方 一言不合会几言 过去后又会嘻嘻哈 不可能跟人结下要命之仇 比如她前几天跟孙宝丽争吵 可在白天时她还去了孙宝丽家借东西 刘武金皱眉 仍然还在分析马宝成投毒的可能性 但张思妮却对牛翠英到孙宝丽家借东西比较感兴趣 她是先进入牛翠英家的 孙宝丽在造坊边鬼鬼祟祟 一只亏是让她生意 如果说刘武金任魏马宝成是第一嫌疑人 她心中的第一嫌疑人则是孙宝丽 两者比较起来 孙宝丽更加具备投毒的动机和时间 动机是两人争吵 而且牛翠英机不择眼 说孙宝丽不知道勾搭过多少男人 这会让孙宝丽脑羞成怒 她在村中完全有投毒时间 不管刘武金思索 她则跟老太太小声交谈牛翠英姐东西的事 一夜时间很快过去 第二天早上 刘武金说自己已经想通的其中细节 投毒之人就是马宝成 她要用吓唬的方式证实自己的想法 张思尼摇头不认可 但也没有反驳 而是出门而去 竟是没有告诉刘武金自己要干什么 马宝成家中 众人闻听刘武金说马宝成是投毒之人 大家都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呢 牛翠英中毒之时 马宝成人在火轮上 如何投毒 这不是扯吗 刘武金盯着马宝成冷笑 说她将毒投在了家中的盐罐子之中 而且是下层 一旦牛翠英吃到下面带着毒药的盐 就会毒发 一直跟牛翠英生活的马宝成知道老婆的口味 算着时间 她应该吃到有毒的地方了 所以就从天津回来 众人目瞪口呆 如果真是这样 那马宝成简直就是世间第一恶人 竟能想出如此歹毒的主意 马宝成一言不发 直接将造坊中盐罐子爆出 里面的却有少量的盐 他伸手抓了一些放进碗中 又倒入一些水 端起一饮而尽 刘武金有些不知所措 众人也盯着马宝成 马宝成实模式也没有 看来这言中投毒一说 站不住脚 就在此时 张思尼进来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 还带着脸色苍白难看的孙宝利 以及一个全身颤抖的男人 村中有人认识 这不是邻村的木匠刘俊领吗 张思尼手上端着个前底框子 里面放着一些辣椒 刘武金看到这些辣椒后 脸色大变 然后就猛拍脑袋 一脸懊恼 张思尼当着众人面 将框子放下 拿出里面的辣椒扯开 有的里面只有辣椒子 有的则从里面掉出白色粉末 他放下辣椒 看着说道 投毒者是木匠刘俊领 大家瞠目皆舍 这刘俊领干嘛 要给牛翠英投毒 这是两个八杆子打不住的人啊 原来 昨天晚上 张思尼详细询问了 老太太借东西的事 据老太太所说 她见到牛翠英 许孙宝丽家借辣椒 她还问了一下 牛翠英 说家中养的母鸡死了一只 她准备炖吃掉 借辣椒是为了提味 老太太的话 让张思尼恍然大悟 因为鸡肉中的却有不少辣椒 由此 她对孙宝丽的怀疑更加重 早上起床后 她马上去询问了孙宝丽 并且拿到了孙宝丽家剩余的辣椒 据孙宝丽所说 这些辣椒是木匠刘俊领送给她的 张思尼又去抓捕了刘俊领 没用什么手段 刘俊领便承认了 虽然承认 可这是一桩无意间的投毒事件 因为刘俊领原本要毒死的并不是牛翠英 而是孙宝丽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牛翠英并没有冤枉孙宝丽 两人争吵是 牛翠英说孙宝丽平时跟别人好 这是事实 也是大家说闲话的原因 两年之前 孙宝丽家要做几样家具 木匠刘俊领被请来干活 两人在此期间互生好感 虽有了向好之事 但一年前 孙宝丽又跟另外一人相好 渐渐冷落了刘俊领 刘俊领心生怨恨 极度失落之下 生出了杀人之心 她知道孙宝丽口碑重 所以就将买来的毒药粉 灌进了辣椒之中 又将辣椒送给孙宝丽 孙宝丽口味重 喜欢吃辣 家中也种了辣椒 一直没吃着她送的这些 牛翠英大大咧咧的脾气 虽然跟孙宝丽发生争吵 可转脸就忘 家中母鸡突然死亡 她当然不舍得扔掉 炖的时候就想着用辣椒提味 孙宝丽家时常有辣椒 所以她就去借 孙宝丽不舍得将自己家中的辣椒给她 就随手抓地把刘俊领送来的辣椒 牛翠英出了孙宝丽家门 碰到村中那个老太太 两人交谈机具后分开 她回到家中后就是炖鸡肉 并且将带毒辣椒尽数投入 鸡肉炖好后 她陪着菜窝窝头食用 后面感觉不太舒服 就放下这些东西进入卧室 妇人不懂也想不到是中毒 以为休息一下就会好 这就是床上被子为神魔会半叠半开的原因 那是她到了卧室后 合一躺下 随手扯过了一个脚盖自己的原因 到了夜间 毒开始真正发作 她有过挣扎 也可能有过叫喊 却因为在内饰之中 并没有被人听到 痛苦的牛翠英吐在了床上和地下 最终毒发身亡 到了早上时 众人欲来取暖 发现她死于家中 众人惊慌之下 孙宝丽却心生疑惑 因为她知道昨天牛翠英到自己家中借过辣椒 而那些辣椒是刘俊玲所送 自己这些时间一直冷落刘俊玲 会不会是她送的辣椒有问题 虽然心中有这样的疑问 可是她断然不敢说出来 因为那涉及到她的名声 她一次又一次向造访偷看 试想看看究竟是不是辣椒的原因 不料却因此被张思妮看到 并且产生了怀疑 事情到此 真相大呆 这竟是一桩阴差阳错的投毒案 刘俊玲对孙宝丽怀恨在心 欲要毒死她 却不料毒死了牛翠英 可怜的牛翠英就借了一些辣椒 却因此死于非命 可以说是非常可怜 刘俊玲被带走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等待她的必是严惩 孙宝丽是先并不知情 所以无罪 但在道德上 她也必定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和责怪 此生只能在内疚中度过 诸位 您说这世间的事有多巧合 牛翠英仅仅是借了点辣椒 却因此惨遭毒死 他什么都没做 遭此厄运 可以说是倒霉非常 而在查案之时 刘武金这个平时心思缜密之人 却因为陷入主观异端的陷阱 差点酿成冤案 一直揪着马宝成不放 可以说是查案之大忌 张思尼平日里本来负责跑腿和保护刘武金 推理和推演本是他的短处 但在此案中 他却一眼看出了案件之本质 并且顺着线索坚持不懈 终使案情真相大败 也避免了错误的发生 至于刘俊领和孙宝丽 他们两个半点也不可怜 而后面的一切后果也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毕竟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清朝年间 青州城有个男子叫许安 父亲在他八岁时就发生意外过世了 原本家里是做些小生意 自从父亲走后 生意也是给人站走了 幸好有间屋子还能居住 还有些积蓄 就这样母子俩只能靠着积蓄过日子 母亲借了些真贤活 赚些钱贴补家用 几年后 许安也十岁了 可是家里也快借不开锅了 因为积蓄都花完了 母亲真贤活也赚不了多少钱 幸好街坊都心善 李家神子拿来些面试 有时张家嫂子送些米过来 之前父亲也经上 从小也是耳濡目人 所以就想着做些小买卖 赚些钱养活自己 后来母子俩在街坊的帮助下 凑了些钱 又让村里的木匠陈伯伯 做了个货单 做起了卖货廊 每天在街头卖起了货物 因为年龄小 所以每天卖的数量也不多 但是也可以赚个十来文 不至于饿着 就这样 六年后 许安也是尝到了一个大小伙子 身上也是赚了几两银子 街坊书伯都说 爱儿 你赚了钱 千万别乱花呀 攒起来以后娶老婆 许安也是懂事 知道赚钱不易 所以每次赚了钱 都是好好攒起来 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 生活过得很是节俭 衣服也是补了又补 吃的也是简单 不是窝头 就是糙米饭 那些精细的吃食都舍不得吃 更别说吃肉了 有时候一个月才开一次婚 每当有点好吃的 都是让母亲先吃 母亲说 二在你刚出生时 定过一门亲事 现在也是到了成亲的年龄 也该上门认亲了 许安说道 娘 我们如今这情况 他们不一定会认 要不然也不能多年来不联系我们 母亲说道 虽然对方多年来 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们 也没有接济过 或许对方日子宽裕 并不认我们 但是我们要讲信用 不管对方想不想结亲 都要去找他们 把事情说清楚 要不要解除婚约 也得说清楚 以后也好各自婚嫁 就这样 许安收拾了下 就按照婚书上的地址寻了过去 经过多方打听 最后来到李家门口 看来这李家这些年过得不错 心腹底的大门高高挑起 眼角叼着神兽 叼梁花洞 飞檐斗拱 精美的花阁门窗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心思 许安上前敲门 不一会 门开了 出来了一个门钉问道 请问公子找谁 许安说要找李老爷 并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 门钉看着许安 穿着普通 衣服还打着补丁 那一双鞋子 不紧脏兮兮的 还破了个洞 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就没好气地说道 我们老爷不在家 你下次再来吧 门钉话还没说完呢 李老爷正从家里走出来 看样子是要出门去 看到门口站着的许安 就问门钉道 怎么回事 门钉上前回道 老爷 他说他是许家人 上门来寻亲的 这李老爷上下打量着许安 不一回才说道 你就是许安 家父可还好 许安就把自己家里发生变故说了出来 然后拿出了婚书 李老爷拿着婚书 看了下说道 这婚事当时只是随便一说 不做书 再说了 你们现在的家庭条件 如何能配得上我的女儿 许安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也不恼 说道 既然李老爷不承认这门亲事 那就取消吧 说完就把婚书拿过来 撕了个粉碎 转过身去离开了 身后的大门 铛铛 随之关上了 许安此时又累又恶 心里也是难过 李家对面有个卖包子的老婆婆 刚好生意不忙 所以一直看着李家门口发生的事情 她见许安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招了招手 年轻人 来来来 阿婆今天包子也卖不完了 这些包子请你吃吧 许安对着阿婆说道 谢谢 阿婆 我不饿 突然就传来 咕噜咕噜的叫声 阿婆笑道 年轻人谁都有难处的时候 吃吧 吃饱就回去啊 许安拿着阿婆给的包子 对着阿婆 就是一个深深的鞠躬 谢谢 阿婆 许安吃完包子后 在街头流荡着 虽然早就知道有此结果 但是也不知道 回去该如何与母亲交代 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回家的小路 突然听到一女子呼救 又声 流氓 滚 救命啊 许安寻着声音过去一看 原来有个姑娘正被一男子拉扯着往树林而去 许安最见不得这样的恶事 就大喝一声道 住手 快放开那个姑娘 那男子献有人多使 很是生气 掏出腰间的一把匕首就往许安刺来 许安敏捷 捡起来旁边一根木条挡下了那刀 莫称想 那男子献美刺中 一个转身又刺来一刀切 许安一个不注意就给刺中了腿部 和腹部 血瞬间就流了出来 人也倒下去了 那女子一见 以为要出人命了 就大喊道 杀 人 啦 要出人命啦 快来人啦 那男子一见下的赶紧就逃走了 那女子见坏人跑了 就赶紧上前抽起道 这位大哥 你还好吗 你怎么样啊 许安咧着嘴 忍着剧痛说道 我 没事 这时跑了一个青色衣服的女子 一边跑 一边喊道 小姐 小姐 终于找到你了 吓死奴婢了 当她看到 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的许安 问道 小姐 这是什么人 小姐说道 刚刚我差点就出事 多亏了她 现在她被坏人刺伤 快给她止血 不然会出人命的 主仆两个手忙脚乱的 给她包扎了起来 在沟通中得知 这主仆是城里的大湖和园外的女儿 叫何婷 今日主仆一起出门踏青 不小心遇到强盗 引开了丫鬟后 就想对小姐欲行不轨之事 幸好许安出手制止 不然这小姐便是清白不保了 许安也把自己的遭遇退婚的事情说了出来 何婷安未到 许公子 大丈夫和患无期 看看一点 总会遇到与你真心相爱的女子的 何婷转身对自己丫鬟说道 春兰 你去山脚下 叫柱子来帮忙 我们送许公子去看大府 很快 柱子赶着马车过来 鸡人帮着 把许安扶上了马车 鸡人往城中跑去 马车直接进了和府 府衣拎着药箱赶来 何婷叮嘱道 大府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药 大府点了点头 就开始仔细检查了起来 幸好腹部伤势不太深 上药止血 痒痒就能好 不会致命 腿上的伤口伸 包扎上药 很快就能痊愈 听到府衣的话 何婷松了口气 何老爷得知今天女儿遇险 被许安救助 对许安很是感激 让她留在府里养伤 还让人烧信给了李安母亲 让她放心 许安养伤期间 何婷日日亲力亲为 为她换药 每日断来山珍海味 说要给许安补补身子 流了那么多血 该补回来 这段时间 许安肉眼可见的胖了一圈 脸色也好看了许多 两人日日接触 不知何时 竟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许安见伤痒的差不多了 就想告辞回去 何婷拦下她说 不行你还得再养养 不然我不放心 就这样 许安又留了下来 何婷也有自己的打算 这些日子与许安相处 感觉很是甜蜜 所以并不打算让她走 这些小心思 作为老爹的何元外 都是看在眼里 她见许安时长 后到虽然家境贫穷 但是何家才大 并不在乎 所以有意撮合自己女儿 晚饭后 来探望了许安 许公子 你伤势好些了吗 许安见何元外 亲自来瞧自己 心里很是感动 正要下床见礼 何元外白手道 别动 躺着就好 我今天有些事情找你 许安回道 何老爷 我的伤已无大碍 谢谢你们细心照顾 何元外道 默示了就好 我得多谢你救了我的女儿 你可愿意娶她 许安愣住了 这 这 这太突然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何元外会如此问 自己可是从来也不敢奢望啊 许安深吸一口气道 小姐就如天上的明月 我就是一个穷小子 哪敢奢望 何元外 我们何家在青州城里 可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不差钱 也不需要找门当户对的亲家 只要对我女儿好的男人就好 我觉得你就是不错 不知你如何想 许安开心道 如果我能娶小姐 自然把她放在手心里宠着 何元外大声道 听儿 出来吧 原来何婷已在外面听了半天抢脚了呢 何婷笑嘻嘻道 爹 你也来看许公子啊 好巧啊 何元外宠溺看着自己的女儿道 都听到了吧 怎么样 满意爹给你做主吗 何婷假装不懂问道 满意时吗 何元外打趣道 原来不满意呀 算了 就当我乱点冤央谱 不做数 何婷急了 撒娇道 爹 你就是故意捉弄女儿 好了 别闹了 月底就给你们举行婚礼 快去准备嫁衣吧 爹就先走了 何元外说完就走了 留下许安 何婷 害羞地望着彼此 许安道 小姐 我家穷 何婷道 还叫小姐 叫我亭儿辣 许安 知道了 娘子 何婷脸一红道 谁是你娘子 说完 就在许安脸上亲了一下 许安脸一红说道 娘子 你 你非理我 你要对我负责呀 两人就在房间里打情骂翘了起来 丫鬟春兰捂着嘴 偷偷退出了房间 心想 这姑爷与小姐还真是相配 许公子虽然穷 但是尝得倒是很好看啊 第二日 何婷一片喜气洋洋 下人们忙开了 搞卫生 打理园子的花花草草 又买了几条漂亮的锦鲤 倒进池子里 整个何婷 一片欢声笑语 何夫人带着女儿 上街买成亲的东西 买不了防治嫁衣 成亲前三天 何婷就差人把许母借了过来 此时的许安身体也痊愈了 鸡人在一起聊着天 场面很是温馨 成亲后 夫妻恩爱有加 夫唱夫随 因为和园外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就把许安当接班人培养 每天带她去学业务 学做生意 有一日 在街头转角 被一个女子拦了下来 原来此女就是李家女 就是当初与许安定亲的李家 她拦住许安说道 许大哥 我一直喜欢你 也是愿意嫁给你 哪怕做小 都怪我爹鲁莽 许安赶紧离他远远的 说道 李小姐 咱们的婚事早就取消了 可各自婚嫁 别拦着我了 传出去可不好听啊 原来这李家出事了 生意也是一落千丈 所以就想攀上何家 到时不仅可以周转生意 还自欺欺人地以为 与许家有交情 此后可以顺风顺水了 没想到许安只是穷 但并不傻呀 回去后 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如实与何庭说了 何庭也是大骂李家 并说道 相公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相信你 支持你 平时许安出门忙碌生意 学习经商之道 还好自己之前 也是当过小货郎 知道做买卖 讲究诚信 和气 所以对于家中生意 也是很快就上手了 何庭在府里 陪伴两位母亲 承欢膝下 生活过得冲在 不久之后 便传来何庭怀孕的好消息 两位母亲非常开心 也忙碌了起来 给孩子做小衣服 小鞋子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何庭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夫妻俩商量 老大姓徐 老二姓何 这样徐和两家都后继有人了 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 那画面真是温馨啊 据说后来何庭又生下 两儿一女 何老爷把所有生意 都交给了许安打理 自己做起来了 甩手掌柜 每天寒衣弄孙 许安也是聪明 把何老爷的经商之道学得通透 不出纪念时间 生意在他手里 更是蒸蒸日上 兔子也多了几间 而且许安心善 在赚钱的同时 不忘帮助那些穷苦百姓 经常拿出粮食去接济 城中百姓都喊得许大善人 方圆百里 无人不晓 据说那李家做生意不成信了 额鱼奉承 上次被查出一次充好 短金少两 不惜去教训 硬生生把顾客往外推 最后也默认找他合作了 老百姓也不喜欢买他家的商品 最后关门大吉了 因欠了很多银子 漂亮的宅子也抵出去了 后来搬到老家去生活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